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引发轩然大波 一名巴勒斯坦男子10号在耶路撒冷的巴士站 将一名以色列安全守卫刺成重伤 贝鲁特的美国大使馆附近也频传暴力事件 根据路透社报道 4天以来在巴勒斯坦境内的街头示威已经大致平息 但是川普推翻美国长期对耶路撒冷的政策 招致更多阿拉伯国家警告 潜在危及中东和平愿景 犹太人穆斯林及基督徒均是耶路撒冷为圣臣 而在印尼数千名穆斯林10号在首都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前抗议 许多人挥舞着写有巴勒斯坦在我们心中的标语 印尼是全世界拥有最多穆斯林人口的国家 该国领袖加入全球谴责川普声明的行列 发声谴责的国家也包括了川普的西方盟邦 他们表示川普此举打击和平努力 恐怕引发更多暴乱